1962年,两开国少将带新疆六万边民越境逃亡苏联 苏联不仅不阻止,反而提前派军队协助帮忙 造成我国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损失 30年后,苏联解体 这群抛弃祖国的越境边民却提出重返我国 遭到了我国政府的断然拒绝 为何新疆六万边民突然之间要逃亡苏联 抵达苏联的他们又为何会在30年后求我国收留呢 请各位观众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 一起了解伊塔事件的真相 1962年,两开国少将带新疆六万边民越境逃亡苏联 30年后,无家可归求我国收留 1962年4月初,新疆塔城地区的中苏边境线上 开始出现一幕奇怪的场景 不少生活在塔城的新疆边民脱家带口 携带着不少的行李物品在隔壁荒漠之中行进 大胆越过中苏国界线,一路向苏联内部而去 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苏联方面的边境住房人员 在发现我国的越境人员后不仅不将其遣返 反而为这些非法越境人员提供协助 带领其前往苏联境内的城镇落脚 越境者出现的塔城地区面积广大 人口相对稀少 我国在此地的边境住房部队有限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没能组建其有效的边境阻隔 同时,也因为部队有限 我方很难对越境行为进行有效阻止 在60年代之前,新疆边境地区也偶发越境事件 但苏方通常都会将这些越境者遣返回到我国境内 但在1962年的越境事件中 苏方却一改过去的严厉态度 开始大规模协助新疆边民 随着时间的流逝 塔城地区的越境事件开始增多 成百上千的塔城边民们开始集体向苏联搬迁 而苏方在得知此事之后 竟然派遣了部队的军车赶赴边境地区 将越境的边民一车车地拉回苏联城镇 后来为了方便新疆边民过境 苏方士兵甚至直接剪断了边境之上 作为阻拦的铁丝网 来边民们提供了方便之门 在苏方的默许和协助之下 塔城地区的越境规模越来越大 甚至开始逐渐向周边县史传播 无苏、伊犁等地开始出现大量脱家带口 集体逃亡苏联的现象 甚至有的人为了在离开我国之前 还会刻意截夺他人牛羊财物 带着自己抢夺的物资逃往苏联躲避 为了让这些人更快速地进入苏联 苏军在边疆地区的重要关口展开扩建 将此前仅有数米宽的过境通道改为50米宽 能够同时通行大量的卡车 同时苏军内部动用大量军车 将其全部开放新疆地区的中苏边境等待 只要新疆边民一道 苏军的大卡车便会发车 向苏联内部驶去 那样热火朝天的场景 简直比某些著名景区还要火爆 除去越境人士之外 还有大量的新疆边民 手持着所谓的苏乔政 来到中苏边境的边防站 要求中方部队提供国际公共汽车 将自己送往苏联 在塔城和伊犁等地的边防站 每天都有大量的边民乘坐国际汽车 以苏乔身份前往苏联 因为前往苏联的人员实在太多 许多边民在等待一天之后 都无法坐上前往苏联的客车 愤怒之下 这些边民们开始聚集起来 冲击边防站点和汽车站 虽然在这些地区 我国都有战事和干部驻守 但面对几百上千的边民 局势根本无法得到控制 大量的踩踏事件开始发生 攻击我国边防和地方干部情况逐渐出现 为了维护秩序 我军不得不开枪 将恶意攻击边防人员的闹事成员击毙 勉强稳定了局面 尽管最终在新疆兵团的帮助下 塔城 伊犁等地区的边民越境浪潮得到遏制 但整个事件过程中 在两位来族维吾尔族和俄罗斯族 开国少将的带领下 有大约六万新疆边民逃往苏联 为何这些新疆边民会集体逃往苏联 苏方为何要主动配合 为他们提供保护呢 1962年 两开国少将带新疆六万边民 越境逃往苏联 30年后无价可归求我国收留 想要说清新疆边民逃亡事件的原委 还要从我国和沙俄有关新疆的斗争开始讲起 作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一部分 新疆很早便开始与中国产生了政治往来 在西汉时期 我国便在新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 将新疆纳入到了管辖范围之中 后世新疆因为地理位置原因 几次与中原王朝分离 又几次回归中国统治 清朝时期 乾隆覆灭准嘎尔 对新疆建立起了十分有效的统治 然而在不久之后 雄居北方的沙俄帝国也将目光描向了新疆 1581年 沙俄在征服西伯利亚韩国之后 开始入侵新疆 彼时的沙俄帝国正处于扩张时期 通过各种合法与非法手段 沙俄开始入侵新疆边境 并建立相关据点 随着清朝逐渐进入衰败 沙俄帝国开始加紧对江侵略 18世纪初 沙俄自厄尔吉斯河 开始向新疆内陆地区进发 19世纪中期 沙俄通过军事施压等手段 与清政府达成了在伊犁等地区的通商条约 开始进一步侵占新疆 随着通商条约的实行 大量的沙俄商人和军队来到新疆地区 开始有意无意地对新疆边民进行思想控制 文化渗透 1860年 沙俄与满清定立的相关条约 不仅将中国东北40万平方公里的大量土地划给俄国 更是在新疆地区出卖大量土地 重新划定以卡伦作为中俄边境分界 此后 沙俄又通过与满清签订契约 割走了新疆的大片领土 在侵占中国的领土外 沙俄还通过扶植阿古白等实力 在新疆地区引发骚乱 试图分裂新疆 虽然此后左宗棠成功收复了新疆 但腐朽的清廷在此后已经割让了大量领土 市的伊犁成为突入沙俄境内的孤城 几十万的新疆民众被划入沙俄疆界 成为俄国人 就此为以后的中苏侨民问题埋下了隐患 1919年 俄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革命 成功推翻了腐朽的沙俄帝国 但出于国家利益考虑 苏俄和后来的苏联 均为主动放弃沙俄非法获得领土和相关权益 民国时期 通过扶植亲苏军阀盛世财 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全疆境内对苏联的亲近甚至超过民国政府 虽然在此过程中 斯大林因为对日问题 对亚裔国民产生了抵触情绪 将超过一万名中国侨民遣返 但这不仅未能造成当地民众对苏联的抵触 反而被后来塔城地区大规模的越境式埋下伏笔 这些被遣返的侨民 在日积月累的影响下 早就将自己当作了苏联的一员 即便是回到了中国 他们依旧渴望有朝一日回到苏联 这种叛逃的想法 不仅存在于被遣返的侨民自身 甚至还逐渐传播到了 其身边人的思想之中 20世纪50年代后期 因为中苏在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的根本纠纷 中苏关系由亲密逐渐走向破裂 对于不打算依附自身的中国 苏方逐渐产生打压心态 此时新疆的侨民问题 便成为了苏方手中可用的计划之一 加之苏联在经历二战之后 国内可用劳动力大量减少 人口出现了严重危机 为了维持国家的运转 苏联方面急需补充劳动力 于是 在苏联方面的挑拨之下 新疆地区开始出现一批 主张分裂的步伐组织 开始在暗中传播分裂思想 推动新疆独立和转投苏联 在建国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因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匮乏 新疆地区大量采用 苏方内部中亚地区民族所编写的相关教材 对苏联有着极高的信任 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新疆地区群众思想的混乱 在很多年轻人眼中 甚至认定苏联才是他们的祖国 加之彼时 我国正进行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许多地方因为操作不当等问题 造成了农业减产 农民生活开始出现困顿 对国家的信赖度降低 因为生活条件的降低 不少编民便产生了逃亡苏联的相关想法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新疆境内边民投靠苏联的想法 开始大量出现 而为了帮助我国边民完成计划 苏方开始通过侨民协会 非法发放大量的侨民证件 在边民越境事件发生之后 苏方更是利用军方积极协助 为新疆地区边民提供帮助 在苏方的操纵下 约有6万边民自塔城 伊犁地区进入苏联 带走了我国胜出30多万头 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伤害 伊犁两地的基层农业陷入瘫痪 面对这样的困境 我国究竟是怎样处理的 那些逃亡苏联的边民 最终又有怎样的结局呢 1962年 两开国少将带新疆6万边民 越境逃亡苏联 30年后 无家可归求我国收留 在伊犁事件发生后不久 我国外交部便针对此事 做出了针对性应对 积极与苏方进行交涉 因为在我国境内主导此次事件的元凶 主要是苏方的领事馆和侨民协会 我国针对这两大组织 做出了严厉处理 作为首恶的苏联侨民协会 在新疆遭到了全面封禁 不准其进行任何形式的活动 而其协会内部的人员 都按照一般外国侨胞待遇对待 不会额外给予任何优待 针对积极组织边民出逃的侨民协会 我国政府开始积极收集相关证据 并对其进行查封 鉴于此前在边境地区对侨民检查情况的疏漏 我国更是特意增设外侨检查站点 对任何有可能鼓动我国国民逃亡的外侨 进行严厉打击 而在此次事件中 从旁协助的苏联领事馆 也受到了严格管理 我国政府不仅禁止了苏方领事馆的 一切文件宣传工作 还严格管控了苏方领事馆人员的活动 不允许领事馆成员到内地旅游 除了对外部力量的惩戒隔绝外 我国政府也开始积极反思过去 在新疆管理问题上出现的疏漏 在伊塔事件中 最让人痛心的便是我国大量鞭民 抛弃祖国认同 将苏联作为自己的母国 这样错误的思想认知 是产生此次事件的根本原因 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我国政府也从中发现了 过去执政过程中的巨大漏洞 开始积极加强全疆的思想教育 在党组织的领导之下 全疆干部开始在各地积极展开 三个一思想的教育工作 通过讲清楚一个祖国及中国 一个党领导及中国共产党 一条道路及社会主义道路 让全疆百姓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加强 而针对那些名玩不灵 意图颠覆我党统治的暴乱分子 全疆境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击活动 通过主抓手握 宽容帮凶的手段 很快全疆境内的大部分反革命团伙落网 大量反革命分子被抓获判刑 除缺上述处理办法外 我国还在全疆展开了大规模的农业建设 早在伊塔事件发生之前 新疆地区的农业发展情况便相对弱势 该事件发生后 几十万亩土地遭到荒废 数十万牲畜的缺失 对全疆的农业生产都造成了不小打击 经此一事 我国在农业生产领域 至少损失了七千余万人民币 为了重建全疆农业 党组织调遣大量人民解放军 进驻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大批量地 驻扎到人楼空的伊犁 塔城地区 通过坚守边境 务实农业的方式 建设兵团成功提高了 新疆当地的生产发展水平 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党组织的多种措施之下 新疆地区终于迎来了安定与繁荣 虽然在事件发生后 苏联境内开始大量向新疆地区投送邮包 在其中宣传前往苏联后的生活有多幸福 但在我党的积极干预下 都未能取得多少效果 每年仅有少数禁不住诱惑的成员展开外逃 且随着我国管控的加强和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 外逃数量开始逐步减少直至消失 而那些外逃至苏联的新疆边民 在抵达苏联后 也没能过上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 其中不少坚定主张脱离中国的狂热分子 成为苏方间谍遣返中国 试图在新疆挑起分裂斗争 但这些人都被我国严格管控 进行了逮捕和关押 而剩余大多数的普通人 在抵达苏联后 也没能收到苏方政府的尊重 甚至不少人还被苏方政府强行派遣 为政府执行放牧任务 过着并不幸福的生活 90年代初 苏联解体 遭受苏方压榨多年的边民们 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向我国政府提出回到祖国怀抱 但彼时的中国 早已不是说尽就尽 说出就出的地方 哪里会理会这群叛徒的请求 最终 这群抛弃祖国的边民 只能在悔恨和凄苦中 度过自己的后半生